我昨天在跟這個淑芬啊 因為我們每次要採訪的前面一天 都會溝通題目啊 我就跟淑芬聊天 我說 如果福島有特產品 是世界各國或者是日本絕無僅有 只有福島地區那幾個縣市 福島地區四五個縣市 有那個產品 比如說 王母娘娘的人申果 或者是王母娘娘的攀桃桃子 吃了可以長生 全世界外面買不到的 三千年才開花結果一次 這個人申果三千年開花結果一次 就種在福島 那我告訴我告訴各位 我就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我也要去吃 就像那個河豚 人家說河豚沒有處理好 河豚非常的肉 非常的鮮美 可是沒有處理好會中毒 那很多人趨之若霧啊 就吃河豚啊 因為太鮮美了 那如果福島地區有這個特產品 不管是農特產品還是魚特產品 有類似像人申果 或者說是王母娘娘的攀桃那個桃子 那麼棒的 三千年開花結果一次 然後吃一口 哦 我王某人今天吃了一口人申果 我不但不是66歲 我變成16歲 哇 好壯啊 然後充滿了精氣神 招氣 那如果這樣好棒棒的話 我拼了老命 我買個飛機票 我就是到福島去吃人申果跟攀桃 可是有嗎 我Google了老半天 我Google了好幾天啊 就是福島地區有沒有 農特產品是日本其他地方沒有的 那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啊 也許我這個見多見少試淺啊 或者說是我是一個沒有嘗試的人 我不知道日本福島地區 有那麼好的這個農特產品 我不知道 好 那這個就是其次啊 就是台灣老百姓有很多的哈日族 甚至於哈日狂 非日本的東西不吃 我 我 我不講他們的好壞的問題 那基本上吃哪一國的食品 我認為那是他個人的選擇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他有沒有權力說 我要強迫你吃我們的國家的 某一個地區的農產品 或者是漁產品有沒有這個權力 全世界除非你是一個殖民主義者 比如說在二戰之前的日本 日本 日本統治台灣 我就是要你吃福島的東西 怎麼樣台灣人就是要吃福島的東西 因為你台灣是殖民地 你就非吃不可 好 那就認了 因為我們是殖民地嘛 那可是現在台灣是殖民地嗎 台灣也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也不是日本的一個州 也不是日本的縣 不是日本的任何的屬地 為什麼台灣要聽他的話 我是很納悶啦 也許我真的很無知 我不清楚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不懂那些政客 他們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我認為台灣有兩條路 台灣有兩個方式 可以解決目前的困境 一個是台灣的民眾必須有一個覺醒的意識 我們寧願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而不要去當美國日本的赤殖民地 台灣現在是處於一個赤殖民地的狀態 只有一個赤殖民地的國家跟地區 才要委屈求全 為了什麼加入CPTPP 然後用犧牲台灣老百姓 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健康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去跟做一種條件交換 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事情 當然我不是說福島東西吃了一定會怎麼樣 但是會有疑慮的東西 總是為政者 你要讓老百姓安心 那王鴻威王議員 我認為他的意見也是非常好 就是說有獨特的產品 獨特的產品比如說 福島地區有王母娘娘的人參果跟攀桃 那就兩種人參果跟攀桃 我們都來檢驗他有沒有輻射 就兩樣 那如果說福島跟福島地區 所有的農魚產品 全部都可以進來的話 那可能有假設有100樣 本來是人參果跟攀桃 你只要測兩種 可是進來100種 你沒辦法檢測啊 你沒辦法足以檢測啊 就變成大家就呼嚨 就是全部都胡倫 這個全部都讓你過關了 讓你過關之後 那是不是有輻射 或者說是有其他的化學的危害 不知道 那我們包括我們的駐日代表 都說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國際的標準 科學標準沒錯 他講的沒錯 可是你有沒有足以檢測啊 你不可能嘛 因為你的項目太多了嘛 你如果特產品進來 福島地區的特產品 比如說一樣兩樣 我們足以檢測 OK的讓他放行 讓他來台灣的賣場賣 所以講到後來還是說心態的問題 台灣的執政者的心態 是把自己處於一個奴隸的 把自己自甘墮落 變成奴隸的一個狀態 讓台灣的老百姓深受其害 我認為這個執政者是非常糟糕的 還有人就是有一個疑問 就認為說福島既然發生這樣的問題 它的食品呢吃上來有疑慮 那為什麼福島的這些漁民 來做其他的轉業呢 因為在接下來一二兩年之後呢 福島第一場的這個廢水 就要排路到海裡頭去 所以它包含它整個沿海的海域的 一些水質所生產出來的這些漁獲 是不是能夠使用是一個非常大的疑慮 所以為什麼日本政府 對於福島的漁民 反而沒有去幫助他們去做轉業 是 所以淑芬提的這個問題 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 我認為福島地區的農民 或者是漁民是非常可憐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種出來的東西 或者是從海裡面打撈出來 或者是淡水養殖的東西 可能日本的日本 日本本國的人民都覺得說 哎呦 這個東西我是不是要買 我雖然很愛國 可是我還是考慮一下 所以他就自銷嘛 那自銷他就要強銷到外國去嘛 就強逼台灣的人要去買 要去用嘛 那與其這樣子讓他自銷 為什麼不考慮讓福島地區的農民 農民跟漁民轉業轉到別的行業去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為人民著想的政府 服務人民的政府 不管是日本的自民黨 還是日本的什麼什麼其他的黨派 執政的話 如果有心服務人民 為福島地區的農漁民著想 為日本的廣大的消費者著想 為全球的消費者著想 如果是秉持善念善心 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跟政客的話 他不會這樣做的 他一定會好好的去福島 福島地區的 就是怎麼樣幫助福島地區的農漁民 去轉業 轉其他的行業 甚至於包辦 我讓你五年之內 日本政府包吃包喝 就是你所有的生活的費用 要由日本政府來包辦 因為你建一個福島核電站 這個核電站發生 因為地震發生不可預料的 不可抗拒的事故 日本政府當然要有這個責任 去扛這個責任 而且要負責 把福島地區的老百姓的 未來的民生經濟的責任 還有所有的這些事情 一間把它扛起來包辦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就不需要強迫台灣地區 去買這個福島的食品啊 或者說是農漁產品啊 沒有必要這個問題啊 所以可見 日本的政客也是失職的 日本的政客 對不起日本的人民 更對不起台灣地區的老百姓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 所以講回來總歸一句話 一個國家的政府 如果他不能心心念念為人民 不能夠服務人民的話 他就會造成他自己國家的動亂 而且呢也會波及到 其他的國家跟地區